藏传佛教是中国佛教三大系统之一 自称佛教或内道 清代以来汉文文献中又称之为喇嘛教 随着佛教在西藏的发展 上层喇嘛逐步掌握地方政权 最后形成了独特的 正教合一的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以密宗为主 最高深的大圆满及大手印法 直指人心 与汉传佛教的禅宗极为相似 喇嘛是藏语 意为和尚 在中国的内蒙古 青海 西藏等处 皆称僧人为喇嘛 意思是上师 上师意为善知识 活佛是藏传佛教 发展到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产物 也是青藏高原这块神奇的血液之地 培育出的一种独特的宗教文化现象 在世界宗教舞台上独树医治 果鞋与锅庄是流行在西藏三大地区的一种圆圈舞 一般拉萨 山南 日喀则等 雅鲁藏不将流域的地方 把这种圆圈舞叫果鞋 而在昌多级接近四川 云南的藏区 称其为锅庄 果鞋与锅庄都是一种集体舞 跳时 大家手拉着手 臂连着臂 再歌再舞 顿地为节 分班唱合 并且发出羞羞羞 曲曲曲的节奏声 人们利用歌舞来消除劳动的疲惫 来抒发自解热爱家乡 酷爱大自然的感情 乐鞋是劳动的歌舞 在西藏 经常可以看到人们在进行蝉土 打夯 堕麦等劳动时 边唱边配合手中的动作 似乎有点像劳动浩子的味道 但口中的歌与手中的劳动工具及脚腿的有节奏动作 配合得那样协调 使得劳动成了边歌边舞的形式 在西藏 不仅上面书的那些较重的劳动有舞蹈动作 在农村的撒种 拔草 收割以及牧居的甩乌朵 碾羊毛 仿线 挤乃 曲苏油等劳动也有歌舞 藏族民歌的特点是音调悠长 音域宽广 节奏自由 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劳动歌曲 包括山歌 木歌 内容是赞美山川 河流和歌颂生产劳动的 与壮丽的黄河 辽阔的大草原相媲美 相和谐的是阿爸草原藏族民歌 那嘹亮的歌声仿佛令人置身于广袤的大自然当中 开阔了心胸 净化了灵魂 与壮丽厂量 音乐 jets 美一 urya 音乐 中文字幕——YK